妹妹被害死后哥哥成了反派 好友成了恶女 曾经纯真美好的四人组和只剩臭名昭著的三人 三人所到之处都会把局面搅得混乱不堪 当男女主打败反派生活美满之时 没人想知道三人为何会成为反派 这其中的原因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突如其来的瘟疫带走了兄妹三人的父母和奶妈 萨莎作为奶妈的女儿从小和兄妹三人一起长大 在母亲去世这天她才记起自己穿进了小说里 但在这之后的一切却都是小说里从没写过的内容 孤苦无疑的四人醒来就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 没有门也没有窗户 三兄妹都以为这是萨莎的恶作剧 因为他们从不知道家里有个这种地方 但萨莎也很迷茫 她也从没见过这个地方 四人查探之后发现只有一面高大的镜子像是出口 小说中写到葬礼结束后他们去外地留学了两年 想到这里萨莎心中生出一股恐惧 因为书中除了留学两年这句话再没有其他描述 如果有人存心想把他们藏起来根本不会被外人发现 尤其是这样一个隐蔽的地方 这是镜子被人推开 叔父对三兄妹从来都是温和可行 但面对孩子们想出去的恐求 她的眼中闪过一丝一样的神色 这奇怪的神情让萨莎心中的疑惑更深了 很快叔父就一脸为难地解释 你们现在不能出去 如果瘟疫把你们也带走怎么办 我不能再失去你们了 待在这里是躲避瘟疫最好的办法 而且不会太久只要一周就行了 会有管家给你们送来生活所需和一日三餐 叔父交代完主妇他们先安心待在这里 等瘟疫消失就接他们出去 可管家送餐时不耐烦的态度让萨莎十分不安 管家每天只送一次 一开始就把门从外面锁上了 根本不顾问体弱多病的艾斯特是否需要常备药 而原助理艾斯特就是在流血途中丧命 妹妹被害死后哥哥成了疯批 好友成了恶女 三人每天都在报复这个害死妹妹的事件 他们就是书中心狠手辣的反派 但此时刚失去父母就被关在密塔中的他们 曾经也只是同性未免的孩子 在这个没有门的密塔中 他们发现高处有一个小窗口 萨莎爬上窗户发现这里竟是弗里中塔的内部 这样隐蔽的地方就算他们大声呼救也没人会注意到 就算把他们长期幽静在此也没人会发现 萨莎心里一阵后怕 但叔父临走时承诺一周后会放他们出去 应该不会食言吧 他最担心的就是艾斯特 还好艾斯特并没有特别不高兴 虽然这都要归功于没有人准备萨莎的衣服 所以艾斯特就像玩奇迹换装游戏一样开心 接下来的几天不管是管家还是叔父都没有再路过面 每日餐食都是趁他们睡着的时候送过来 很快七天就过去 今天就是叔父约定好接他们出去的日子 在叔父来之前他们都开心的讨论出去之后要吃什么好吃的 贝亚听着雷迪斯和萨莎的回忆心里有些闷闷不乐 打断他们的谈话后就和雷迪斯大吵了一架 这场争吵以贝亚的离去而告终 萨莎能感觉到大家的情绪都十分不安 而这份不安并不是没有缘由 今天本是他们离开这里的一天 可是萨莎却看到依然送来了餐车 突然出现在身后的贝亚也看到了餐车 但萨莎无法对贝亚说出心中的疑惑 因为叔父是三兄妹的血缘之亲 不管未来的自己对贝亚和雷迪斯有多重要 现在的他们还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 如果直接说他们的亲戚有坏心思 贝亚可能会生气 贝亚看他一脸苦脑的样子 拉着他来到了那个高处的小窗口 萨莎看贝亚直接坐了上去惊恐万分的催他下来 贝亚却细皮笑脸的摆破 原来贝亚是想带他去看窗外的风景 贝亚昨天与雷迪斯吵架之后 就在这里坐了一整天 父母去世后他们就变成了孤苦无依的孩子 幸好有萨莎陪在身边 对艾斯特来说萨莎比两位哥哥更重要 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萨莎艾斯特会变成什么样 而且萨莎对贝亚和雷迪斯也同样重要 如果没有萨莎 谁也无法在这种地方坚持下去 这些话让萨莎有些惊讶 因为贝亚从小喜欢独处 也不像雷迪斯那样温柔亲切 萨莎一直认为雷迪斯会永远对他温和 贝亚会对他态度恶劣 但很快萨莎就改变了这个想法 也许温柔亲切并不代表会一直善良 冷漠寡言也并不代表会善良 困境会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 每天住在家里却成了失踪人口 父母去世后被叔叔以保护为由藏在高塔 塔外每天人来人往 但没有人知道塔里住着四个小孩 住着这个家真正的主人 叔父约定一星期后就放他们出去 但距离一星期过去又过了许多天 叔父始终没有出现 一直忍耐着的艾斯特终于爆发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待在这里 每天都吃一样的饭 我早就吃腻了 这时叔父终于打开了门 但他来这里的目的并不是把几人放出去 他一边劝说一边斥责 希望他们能理解自己的苦衷 因为外边依然瘟疫肆虐 如果现在把他们放出去 很有可能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被瘟疫带走生命 这些话让孩子们的情绪瞬间低沉 但孩子们无法再忍受继续像家畜一样被关在这里 叔父嘴里还在说着关切的话 至少要在瘟疫中保全你们 贝亚希望叔父能给一个确切日期 不管是几天 他们都会不吵不闹地忍耐到那天 如果不是想折磨他们 就请给一个准化 否则他们对叔父的恨意就会日益加深 叔父低头向他们保证 再忍耐一个月 到时不管情况如何都会送他们去留学 就这样四人还要在塔中再待一个月 不能外出也没有任何玩具 连可以打发时间的事情都没有 唯一能看到外面世界的只有那个高处的小窗户 如果把脏腕的图书馆收拾干净 应该也能有足够的空间玩一些小游戏 为了接下来的一个月能保持理智 三人把图书馆打扫干净 当作打发时间的地方 除了用餐他们都是在图书馆玩游戏 这不仅是为了四人能够撑下去 也为了打消不祥的预感 因为每天都是一模一样的食物 就算留了字条写上锁虚物品也没人照做 在这样的煎熬终一天天过去了 一个月后的他们能否迎来曙光 豪宅的主人像牲口一样被关在家里的高塔 基于豪宅的人在赞美声中代替他们享受着荣华富贵 没人知道塔里住着豪宅真正的主人 濒临崩溃的兄妹三人再次认为这是萨莎对他们的恶作剧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对萨莎发一次脾气 但萨莎并不埋怨三兄妹中的任何人 依然陪在他们的身边 只为他们的遭遇感到心疼 距离上次叔父说的一个月又过了三周 根据小说剧情瘟疫应该已经慢慢消失了 而叔父依然没有把他们放出去 看来小说中写到的流血两年的生活 就是被囚禁在家中的两年 孩子们的亲戚基于公爵的家产 但如果公爵一家都死了 肯定会引起皇室的怀疑 所以把公爵留下的血脉囚禁起来慢慢转移财产 也能起到一样的效果 而且不会被怀疑 躲避瘟疫又正好能成为流血的理由 他们还会落个保护孩子的命名 这就是那些人的计划吧 更糟糕的是雷迪斯在这样的折磨中已经崩溃了 他不停对萨莎说着恶毒的话 尽管当时贝亚因此与他大吵一架 也没能改变他分毫 任何令他不满的事他都会怪在萨莎头上 艾斯特只是抱怨了一句不想在这里过圣诞节 雷迪斯就指责萨莎 又是你说的吗 不要再对我的妹妹胡说八道了 艾斯特立刻反驳哥哥 萨莎从来没有胡说八道过 还会给我讲很多好听的故事 这让雷迪斯的矛头又指向了艾斯特 又是那种王子公主幸福生活的童话故事吗 你都几岁了还听那种故事 而且每天都黏着那个侍女 别再说了 但雷迪斯并没有停下来 你在袒护他吗 你喜欢那个侍女吗 你想当那些故事中爱上侍女的贵族少爷吗 你可真是个情圣 不等他说完 贝亚已经一拳砸在他的脸上 两人就这样你一拳我一拳地打了起来 但很快贝亚就落了下风 萨莎着急保护贝亚竟被雷迪斯一脚踢开 艾斯特也无法再忍耐哥哥的疯狂行为 他冲雷迪斯大吼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萨莎 他又有什么错 如果不是为了陪我们 他根本不会在这里 你以为谁想住在这里吗 你为什么要对萨莎那么不满 就算要在这里住到又老又丑 我也在极力忍耐 你现在的样子比舒服还令人讨厌 最温柔亲切的大哥情绪崩溃成了疯子 不仅对喜欢的女孩恶语相向 对最亲的弟弟拳打脚踢 对最爱的妹妹侮辱贬低 在女孩护住弟弟时还把女孩踢得不能动弹 直到此刻雷迪斯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蠢事 这段时间他一直把萨莎当出气筒 可其实萨莎才是最无辜的人 为了陪伴他们萨莎才会留在塔中 事后他向萨莎道歉 那些气话并非出自真心 萨莎能理解她的心情 也并没有责怪她 要怪也是怪把他们关在这里的人 说起这个 雷迪斯想起来这里的钱一晚 他签了去留学的文件和把府邸事务临时托付给叔父的委托书 并把家族银行的印章戒指交给了那些人 原来那些亲戚早就计划好了一切 但留学的地方和这里相隔不远 如果没有人去留学 应该很快会被发现才对 难道是找别人假扮孩子们去留学了吗 雷迪斯一想到这些事 和刚刚艾斯特说的可能会被困在这里直到老死 心里就十分不安 与其那样 还不如现在就自我了断 萨莎安慰雷迪斯 你是公爵府的继承人 千万不要气馁 我们会陪你一起加油的 随后雷迪斯向每个人多道了歉 从那以后他们都默契地不再提起何时离开的话题 也找了新的事情多 比如剑术和跳舞 贝亚拉着从没跳步舞的萨莎一起练习 还让萨莎看着她的眼睛保持专心 萨莎都被惊到了 她还从没见过这样的贝亚 不过很快贝亚又恢复了往日的神情 不知道原本的萨莎是怎么和他们相处的 小说中的萨莎虽然是卑贱奶妈的女儿 但每次都会和兄弟俩一起出席宴会 并且每次都会把社交圈搅得天翻地覆 尽管所有人都对她恨得牙痒痒 也没有人敢把她带走 因为那样做就是和公爵府为敌 萨莎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低贱 但却全是滔天的特殊存在 妹妹被害死后哥哥成了反派 好友成了恶女 曾经纯真美好的四人 只剩臭名昭著的三人 造就这一切的原因 就是四人曾经被囚禁在密塔中的痛苦岁月 塔里的生活艰苦又难熬 萨莎最怕的就是艾斯特的身体出状况 每次艾斯特的身体有些不舒服 她都十分紧张 不知不觉她们已经在塔中住了半年 寒冷的冬季来临时 她们并没有任何预寒的东西 为了取暖她们抱在一起 不小心触碰到贝亚的手指时 都是十分冰凉的触感 在雷迪斯和艾斯特吵吵闹闹的时候 萨莎和贝亚紧握双手互相关怀 最后四人依偎在一起入睡 但偏巧被半年都不曾出现的叔父看暖 不过看她那个大受打击的样子 难道对孩子们还是有爱的吗 虽然是她把孩子们关在这里 但说不定会因为这个打击 而心软把孩子们放出去 叔父的质问比把他们放出去的消息更早来临 你这个卑贱女佣的女儿 竟然和公爵家的贵族子女睡在一起 叔父越说越过分 从指责变成辱骂 萨莎也越来越生气 一声不吭就把孩子们关在这里的人 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 但现在不是刺激她的时候 要放大她心软的瞬间 让她把孩子们放出去才行 萨莎颤抖着声音说 在这样简陋的地方 我们只能这样取暖 否则他们要是生病了该怎么办 所以少爷和小姐到底要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 听到这些话的叔父 只是假装苦恼就跳过了这个话题 随后让萨莎帮忙搬东西 萨莎看着打开的门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必须跑出去 但叔父阻止的声音比她的动作更快 也对 外面都是他们的人 就算跑出去又能怎样 还是救不了孩子们 萨莎平静下来后 叔父提醒她 虽然不确定是哪一天 但你们很快就能出去了 所以你要像之前一样安抚好孩子们 这是什么意思 是真的要放他们出去 还是要把他们转移到别的地方 萨莎还没弄明白这个问题 接下来就出现了一件更可怕的事 亲手把财产交给别人导致兄妹备受折磨 在崩溃中总是向最亲的人撒气 妹妹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不成人形 两个哥哥在每天的绝望中争吵打架 此前安稳下来的雷迪斯又逐渐走向崩溃 贝亚心中的恨意更深了 不想把他们杀掉 却让他们活得不仁不鬼 这种恶心的同情心令人厌恶 而且最让萨莎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艾斯特一直高烧不退 短短几天已经面容销售 仿佛随时都会逝去 萨莎放在餐车上写着需要医生的纸条 也没有人理会 不能这样任由艾斯特的生命流逝 他必须得做点什么 管家连每天一次的送餐都觉得麻烦 也许根本没有看过纸条 因为宴会忙得焦头烂额的 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藏在餐车里的萨莎 萨莎偷偷出来装扮成侍女 现在该去找谁 虽然不想去找叔父 但如果找其他人 说不定会一不做二不休立刻杀了他们 至少叔父现在看起来还不会杀了孩子们 叔父果然在享受着偷来的荣华富贵 而真正该享受这些的人却都在受罪 这是萨莎看到了海丽丝皇太子 他是小说中正义的男主角 如果向他寻求帮助他肯定不会拒绝 只要把真相告诉他 孩子们不仅能从塔中出来 还能夺回本该拥有的一切 但萨莎刚要冲上去找海丽丝的时候 就被叔父发现了 他看起来并不知道艾斯特现在的状况非常糟糕 虽然萨莎被他粗辱地抓了回去 但能保护艾斯特怎样都无所谓 叔父看到艾斯特十分痛苦的样子确实有些心软 但这还不够 萨莎大声提醒他 再这样下去艾斯特会死的 可萨莎说完就迎来了管家的当头一棒 管家轻描淡写地说 早就说过这种情况应该交给我来处理 还在举办着宴会 您居然屈尊来到这种地方 管家的行为和话语激怒了贝亚 你算什么东西 居然敢打萨莎 贝亚挥起拳头冲向管家 但他不抵管家的力量硬生生接下了管家的一拳 雷迪斯愤怒地拿起竹台砸向管家 却被叔父拦下 你们怎么可以对管家这么粗鲁 既然这样让你们出去的事就以后再说吧 对被打得被压不闻不问却对管家十分关切 叔叔的丑闻面目终于暴露了 叔叔就这样走了 管家以后肯定会对他们更加恶劣 也许不会再送食物 说不定还会把他们一起杀掉 艾斯特依然在发烧 而雷迪斯已经彻底放弃了自己 被最信任的人关在家里的高塔 妹妹突发疾病生命垂危 哥哥陷入绝望崩溃自杀 想用了断生命逃避残酷的现实 但贝亚和萨莎就起了雷迪斯 贝亚对自私的哥哥十分震怒 想死就从窗户上跳下去 不要死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地方 还要让我们闻尸体腐烂的味道 大家都很崩溃 你作为长子凭什么这么自私 本该鼓励大家的你每天只会想这些事 自己好好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做吧 贝亚丢下雷迪斯离开了 萨莎急忙追上贝亚 你刚刚说的有些过分了 贝亚也不想那样说 可雷迪斯已经不是第一次寻死了 原本的雷迪斯不是那样的人 他气宇轩昂自信坚强 这样的他却是第一个走向轻生的人 想到这里贝亚也有些沮丧 也许谁也无法活着出去 也许大家就这样死在一起会更好 萨莎抱住贝亚想给他坚持下去的希望 如果我说半年后我们就会出去 你会相信我吗 贝亚更在意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出去 不如趁哪一天府中举办宴会式合力杀了管家 这样就算引起骚乱也不容易被发现 逃出去的几率更大 以后就把那些人都杀了 萨莎无法阻止贝亚的黑化 因为在这样的绝望中谁也无法保持理智 不管用什么方法如何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叔叔见到了埃斯特的惨状之后在心里告诉自己 是我在所有人都冷血无情的时候拼命保下了他们 如果没有我他们连生病的机会都没有 是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哥哥们 这时两个哥哥打断了他的心理战 他们是三兄妹的二叔和三叔 你不会又去塔里了吧 看他们死没死吗 杰罗姆小心翼翼地回复哥哥们 我听说埃斯特得了重点 哥哥扑斥一笑 所以你想派医生过去 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孩子们在塔里吗 你想害死我们吗 就算派医生过去也改变不了他的命运 别再做无用的事了 到时候直接给他们收拾就行 杰罗姆反抗不了哥哥 只能安慰自己我没有错 在这些绝情的人中只有我为他们考虑过 我只是没能成功保住他们而已 并不是没有为此努力过 而萨莎冒险出塔的行为也不是完全没有成果 虽然没来得及和黄太子说上话 但黄太子确信自己当时看到了萨莎 雷迪斯曾经向黄太子介绍过萨莎 他绝对不会认错的 虽然骑士找遍了伏地也没有找到萨莎 但黄太子绝不会放弃寻找 刚见到的人却到处找不到本来就很反常 眼睁睁看着妹妹活受罪却毫无办法 绝望的大哥选择轻生逃避现实 被最信任的人陷害囚禁 反正最后也是死路一条 不如早日解脱 可贝亚十分不甘心 哪怕与死网坡玉石剧坟 她也想与命运抗争一番 贝亚就回了雷迪斯 指责她是个只会逃避现实的自私鬼 也许是贝亚的一番话让她动了 看到萨莎请求管家给他们带来治疗艾斯特的药 但管家的态度敷衍又不耐烦 雷迪斯终于对管家表达了不满 我妹妹生病了 你们就只会拿这些垃圾来吗 看管家依旧不回应她 雷迪斯就弃管家的衣领 我妹妹生病了你听明白没 另一位侍从赶紧抱起雷迪斯 管家趁机嚣张地对雷迪斯大打出手 萨莎急忙拉住管家的胳膊 却被她用力拉扯着头发 愤怒的贝亚拿起桌子砸向管家 而管家接下来的行为更加疯狂 管家拿起棍子攻击萨莎 但迅速挡在萨莎身前的雷迪斯 接下了重重一击 雷迪斯的脸上瞬间鲜血直流 清晰的痛感让她忍不住叫出了声 管家只是轻蔑地嘲讽 你们还以为自己是贵族吗 不过是在这里苟延弹喘的臭虫罢了 就算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更不会有人难过 萨莎用力拉住想要起身的贝亚 不能再激怒管家 否则他们都会被管家杀掉 管家看他们失去也没再继续下去 雷迪斯的抗争让她失去了一只眼睛 她刚想说出一些丧气话 贝亚就打断了她 你就把这当成一种时尚吧 独眼龙公爵也许能成为后世的传说 雷迪斯都被她逗笑了 我都要死在这了 谁还会记得我呀 贝亚听到这种话就来起 你不能死 我们要活着从这里出去 以后你要让所有羞辱我们的人 全都生不如死 让那些垃圾比我们痛苦千万倍 就从杀了管家开始吧 把豪宅的主人囚禁起来 任气狗言残喘 每天送去残羹圣饭 享受把贵族踩在脚下的乐趣 而这样的乐趣味却是 四人逃跑的唯一机会 因为贝亚发现了管家看到他们吃那些垃圾食暗爽的样子 所以管家应该暂时不会杀掉他们 看到他们这样的贵族瑟瑟发抖地捡垃圾吃 管家肯定会更得意 到时管家放松警惕就是杀掉他的唯一机会 但管家带在身边的侍童就像强壮的野兽一样 该如何战胜他们还得多想些对策 如果直接硬碰硬无异于一卵击石 肖剑的木头和腰带做的活套应该会十分有用 就挑促中举办宴会时动手 而管家确实很享受他们一边吃垃圾一边瑟瑟发抖的样子 你想到他们害怕被自己这样的吓人杀掉就笑得一脸扭曲 送餐时看到萨莎一个人坐在桌边 就想着反正也要一个个弄死 先杀一个应该也没关系吧 管家果然放松了警惕 这时雷迪斯悄悄靠近套住了管家的脖子 和管家一起来的是从刚要冲上去就被贝亚扎到了眼睛 管家伸手要拉下雷迪斯时 萨莎拿起竹台用力把管家击倒在地 贝亚吩咐他们去把艾斯特带来 而自己留下收拾残局 管家根本没把他们的命当回事 他也不会对管家手下留情 杀了管家后四人终于能逃出去了 但塔外的世界也不一定安全 谁也不知道想害他们的人有没有派重兵把守 万一被发现肯定会立刻杀掉他们 但是已至此就算会死也必须逃出去 而刚出去他们就遇到了来搜查的人 但那刚好是来救他们的人 骑士团的人把他们带到了皇宫 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没想到真的得救了 可艾斯特的状态很不好 他的病拖了太久 医生凝重的表情让萨莎十分忧心 最后没听到诊断结果就被女徒带走了 宇贝亚和雷迪斯会合后才指使皇太子救了他们 原来皇太子在宴会中看到了萨莎的背影 所以一直在搜查他们的踪迹 而且居然真的有人代替他们去流血 替身连头发和体型都和他们十分相似 这场阴谋肯定蓄谋已久 还没从震惊中回神 皇太子就告诉他们艾斯特很可能撑不下去了 以防万一希望他们能做好心理准备 害死妹妹的仇人就在眼前 两个哥哥却不能立刻手认仇人 为了复仇只能继续忍气吞声 童话里反派的结局最终不是死就是疯 他们的人生只是主角的铺垫和衬托 四人终于逃出了囚禁他们的高塔 但两天后艾斯特就离世了 自那以后萨莎就陷入了精神恍惚 不愿接受艾斯特离去的事实 从此艾斯特就存在了他的心灵 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 艾斯特不明不白地死了 可他们却不得不让凶手逍遥法外 为保皇室颜面和积蓄力量 甚至不能将真相公之于众 帝国最尊贵的贵族子女 竟然在皇室眼皮底下被囚禁了两年 这件事一旦揭发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皇室作为把他们解救出来的恩人 希望他们对此事保密 而且参与此事的替身已经被处死 叔父们也都被流放 只要他们对此闭口不谈 皇室依然是他们坚实的后盾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雷迪斯和贝亚只能选择同意 两人如此冷静的态度让萨莎感到惊诈 难道就让艾斯特白白枉死吗 雷迪斯向他解释 我们只是在隐忍 接受皇室的保护在慢慢成长 才能有力量复仇 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你 叔叔的事情带露了肯定会更加疯狂 说不定会想要立刻除掉你这个知道真相的平民 皇室也不会一直保护一个不是贵族的女孩 所以在我们拥有力量之前 你先去流血吧 萨莎和贝亚在港口依依不舍地告别 我们还能再见的吧 贝亚温柔地向他保证 当然分开只是暂时的 我会努力积累能够保护你的力量 萨莎去海外流血了 带着只有他能看见的艾斯特一起 艾斯特就这样陪伴了他七年 现在终于可以回去了 艾斯特也很想回去吧 在回去之前先写一封信 七年后的雷迪斯确实被称为独眼龙公爵 还以此为豪 贝亚不知道在忙什么一直没有消息 等忙完毕业的事情我就能回去了 希望这封信能传达我的思念之情 收到信的公爵府一片慌乱 必须赶快把信拿给公爵 但公爵这个状态应该无法立刻读信吧 死去的妹妹每天都陪在她的身边 幻想出来的妹妹支撑着她活下去 为了躲避追杀萨莎在海外流血了七年 如今终于到了回去的时候 可喝得醉醺醺的雷迪斯 却无法立刻读到她的信 管家只能拜托辅佐官 把信先拿给贝亚生命 并拜托她对雷迪斯喝醉的是保密 因为如果贝亚知道一定又会大发雷霆的 萨莎坐上了回程的轮船 她一直都没有忘记死去的艾斯特 这次回来就是复仇的开始 她不会让艾斯特孤零零地死去 在回去的船上遇到了一个人和她搭讪 那个人和皇太子长得有点像 但一上来就直接问她是谁 萨莎并没有理会没礼貌的男人 她跟皇太子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回到家后第一个见到的是雷迪斯 两人都感叹对方的变化很大 不过贝亚在哪里呢 自从两年前开始就没怎么和她联系了 只听说贝亚很忙 也不知道她在忙什么 萨莎时常会胡思乱想 害怕贝亚是不是不想见到自己 因为一见到自己 就会想起那段被囚禁的几位 雷迪斯拉着她来到了 贝亚巨资打造的酒店 萨莎知道那不只是一个酒店那么简单 在酒店的掩护下 隐藏着他们与黑色势力的交流 虽然雷迪斯有意对她隐瞒 但她已经从小说剧情中知道了这些 与黑色势力合作自然是有风险的 这是雷迪斯听到手下的汇报 就立刻要拿枪出去 把萨莎交给酒店里的人保护 可雷迪斯走后 萨莎还是陷入了危险 身后的猥琐男要把萨莎当作人质 抓起来威胁雷迪斯 幸好贝亚及时出现一枪把她给崩了 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见到贝亚 而贝亚的眼神居然十分的温柔眷戀 心爱的妹妹被害死了 哥哥就把妹妹的好友当成妹妹的替身 他让萨莎去海外流血躲避仇家 如今萨莎终于毕业回来了 雷迪斯给他看妹妹埃斯特的房间 萨莎看着熟悉了一切 都仿佛艾斯特又出现在她眼前 就像留学的这几年中 艾斯特一直陪伴在她身边那样 就在这时贝亚回来 问她喜不喜欢这个改造后的房间 因为这个房间是要送给她的 萨莎本想拒绝 这毕竟是你妹妹的房间 虽然她已经不在了 况且留学这几年你一封信都没给我写过 还以为你已经把我忘记了呢 萨莎时常会想贝亚会不会不想再看到自己 因为一看到就会想起去世的艾斯特 可贝亚的拥抱让她安心 我怎么可能忘记 其实被囚禁的两年里 萨莎一直是贝亚坚持下去的希望 也是她从小爱到大的人 为了能快速建立起保护萨莎的力量 她一直忙着做各种事 而雷迪斯则是把萨莎当成了艾斯特的提身 雷迪斯进来后也问萨莎对房间是否满意 萨莎微笑回答的样子 让她瞬间就想到了艾斯特 没能保护好艾斯特使她一生的遗憾 只有对萨莎更好才能减少她心里的愧疚感 他们打算把新开的酒店交给萨莎来设计 还给她找了一个得力助手 是帮贝亚他们管理着财产的地码 也是与贝亚合作的黑色势力首领的姐妹 这简直是在表示萨莎可以任意妄为 而过几天就是雷迪斯的生日宴会 当初囚禁他们的那群人也会出现在宴会上 说不定萨莎真的会忍不住任性妄为 贝亚更是对她十分支持 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你还能在我们身边就是最大的信任吗 我会摆平所有事的 接着萨莎就找丁娜让她教自己用枪 萨莎知道贝亚想让她活在保护之下 但她想和贝亚并肩作战 一起为艾斯特报仇 几天后在雷迪斯的生日宴当年 萨莎不出意外地见到了当初囚禁他们的人之一 杰罗姆厚着脸皮夸她长大 比以前更好看了 还自顾自地给她介绍带来的一个女孩 那个女孩竟与艾斯特长得十分相似 萨莎惊讶地愣在了原地 杰罗姆接着向她解释女孩名叫弗洛 是家族庞系的孩子 还大言不惭地问她是不是跟艾斯特长得很像 就像双胞胎一样 萨莎都快气炸了 她怎么有脸说这种话 害死了艾斯特 现在还想利用艾斯特来套进你 不过现在得先弄清她的目的才行 可这时弗洛把杰罗姆推了出去 表示要和萨莎单独聊聊 弗洛转头对萨莎面露凶色 看来你果然和传闻中一样 对萨莎面露凶色